大家好,今天是2月20日,星期一 市場早段略為整股後,進一步向上推升 去到24,202點才有少少仿慢 回顧整個星期的市場,日中曾有少少返覆 尤其上星期五 但最終指數都是穩售在24,000點平台上的收市 即是整個格局屬於有整股而沒有大跌 好了,再看看 今個星期五就是今個月的期指轉倉高峰一 下星期一已經是期指結算一 下星期二就是職業衍生工具場外的結算一 整個二月份的低位仍然是3號的22,997點 形態當然是先低後高 但我講的格局很可能和一月份的恆指相約 是由頭就夾到尾 當然知道,一月份的市是由3號的21,883 夾到27號的23,397 單月是升至1514點 今個月會不會有相約的波幅呢? 就是一半一半 因為來到現在這一刻 指數以今日最高暫時來說 現在仍然是3點半左右 是24,202點計算 今月的低位22,997點 恆指已經是單月升至1,204點 但由於近期的成交搶旺 所以波幅可能還會進步擴大 即是有機會有更高的指數 如果你說會不會跌穿22,997點 那是世事無絕對 但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微乎其微 好了,問題就是 整個中期升浪我跟大家講了 大概有10至12個星期 由12月28日 即是去年低位開始上升 如果以8個星期到10個星期左右 3月中左右 即是換句話來說 這個升浪可能還會延續多3個星期 股份會趨向於比較個別 有部份升得多的先行在高台整固 例如中人壽 有部份也都慢慢慢慢上升 雖然升得多 但上升的步伐是比較慢 所以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都是換部推上的格局 會空的就是 但最重要是明白 內銀股 內銀股已經開始起動了一個終結的升浪 由於中行、公行、建行行之成份 佔的比重有16.08% 即是內銀的板塊 再度受追捧 是絕對對指數會帶來一個正面的效益 我聽到有部份人士都說 二萬四千點就差不多了 那市升舊了 其實那市升不升舊 不是由我們講 是由那市跟我們講的 第一 恆子如果是升舊 率先要變的就是成交金額 一定是縮小的 但現在成交金額仍然是暢旺 那就是說動力仍未失 第二 在反覆當中 由於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少了 一旦市不再升而回頭 率先要出現的是 恆子會跌出十天的平均移動線 但直到現在這分鐘 恆子相對十天線來講 應不應有四百多點 所以我不覺得太快會跌出 即是交頭又沒有縮到 指數又穩守在十天線上幾百點 技術形態也處於一個 逐步向上沉頂的格局 那何來突然間調整之理呢 我們看市場 有時候真的要理性一點 3月份市場 會否維持到1月2月的升勢 我就有一點保留 因為我覺得整個中期升浪 完成了之後 是需要一個消化和整固的 那阿! 我記著名字